大家好 今天是3月11日星期四收市之後 今天恆生指數升四百多 不過這不是重點 科技指數反彈超過半成 大家知道過去這兩個星期 都很關注債息的因素 債息高 風險慰納低 拋售科技股新經濟 債息過去這兩晚 1.6L 落回1.53L 外圍納指Tesla那些 一日升兩成 還不是高開企定 是大陽足升兩成 市場風險為立改善 大家期待已久的科技股反彈 是來了 為何這樣說呢 昨天星期三又彈 今日又彈 為何昨天不可以確定 就是今天可以確定呢 兩個因素 第一 昨天無論是指數和個股 都是高開之後低走陰燭 今天全部指數個股 高開高走是陽燭 第二點 昨天恆指未企到291 今天企到291 所以可以看三萬零一百點 昨天科指未企到8400 今天企到8400 所以可以看9360點 不過這樣說 由於科技股好多 在下跌的過程之中 已經不再多頭排列 轉弱勢 因此呢 現在玩的是一個跌浪反彈 選股方面必須要好挑剔 否則選中都不彈就麻煩了 因此我自己的選擇呢 南方東英7226 就是一隻雙倍正向科指ETF 大包圍30隻 哪隻彈都這麼開心 我的科指目標是9360點 大家儘管留意這隻ETF